中国公布去年的人口数据 60年来第一次出现萎缩 有分析认为这标志着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长期偏低的生育率 以及高生活成本是主要原因 导致时下许多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 如果想要改善现况 就必须对症下药 从根本接着问题 中国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在下降 2022年出生的人口为956万人 比上一年减少85万 是自1960年代毛泽东领导大跃进运动后 中国遭遇大饥荒以来人口首次下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院长杜鹏 对这个现象做出了详细分析 他认为长期的低生育率和高生活成本 是导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因素 但随着全球趋向老龄化 无可否认 许多国家也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中国人口负增长也意味着劳动人口快速减少 某种程度上将影响经济成长 为国库带来巨大压力 杜鹏认为 时下年轻人背负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 导致很多人选择不婚不育 如果要改善现况 政府有必要探讨如何减少税收 以及建造更多可负担房屋 因为高涨的房价 也是让年轻人对婚姻却步的其中一个原因 杜鹏还指出 人口负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这或许能促使中国政府凡思现有的政策 中国因为担心人口过多 在1980年严格实施一胎政策 并在2016年结束这项政策 接着在2021年开始准许夫妇生育第三胎 不过数十年的一胎政策 让中国人已经习惯小家庭 加上如今有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职场 以及寻求更高教育 也是中国人口减少的因素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